《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群連線 五常書》 好 首先看一個最新消息 英國政壇大地震 英國財政大臣克沃騰 正式被英國首相特拉斯免職 成為在任時間第二段的 英國財政大臣 而捷琳尼亨特立刻被認為為 下一任財政大臣 好 特拉斯剛剛召開了記者會 還宣布取消減稅計劃 今天消息裡可連線住 英國記者曹傑 曹傑你好 楊凡你好 特拉斯上任30多天 就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人事變動 剛剛他召開的記者會 有哪些最新消息 罷免財政大臣克沃騰 能否解決特拉斯當前的困境 是楊說特拉斯在一個小時之前 召開的記者會很簡短 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解釋 為什麼在過去的幾十天裡 英國的政壇還有經濟的形勢 如此不容樂觀 特拉斯在其中我覺得罕見地提到了 2008年的英國遭遇的金融危機 他說當時的英國的經濟情況 也是非常的不樂觀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按指 特拉斯代表的保守堂政府 需要重新考慮緊縮財政刺激政策 才能夠保住的英國的經濟能夠直穩 這和他之前在保守堂年會上的態度 是完全兩樣的 他在這次的記者會上 也沒有說太多的接下來的如何來轉型 但是再次強調 英國政府不會放棄公司稅的減免 這樣的話可以為英國的經濟 重新獲得180英鎊的稅收 但這個數字實在是太小了 因為現在的迷你預算 對英國經濟造成的震動 其實還在持續 外界還在觀望特拉斯政府 究竟能不能夠通過改喚財政大臣 真的能走出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換上的財政大臣 杰利米亨特 其實他一方面是流派的人物 同時也是特拉斯 在這個之前的一個在政壇的一個老同事 那希望上這些體現出的保守黨 希望能夠在不同政策上 有不同的面孔 能夠穩住目前的局勢 另外杰利米亨特 如果上任之後有一個好處 可能就是特拉斯所希望的 那就是通過他來實現 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的回暖 來尋求更多的市場的穩定 這也是保住英國經濟 在下一步穩定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問題在於亨特剛剛接手 而且他從來沒有接受過 從來沒有在這個財政部任職過 如何能夠保證英國經濟 在他的手中 能夠讓中期的財政預算案 能夠真正落實 幫助英國經濟脫困 其實大家覺得 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行的話 那特拉斯所面臨的問題 就不是要換部長的問題 而是要 是不是要考慮被動地 接受英國體現大選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國會的請願 人數已經足夠了 而且反對黨也一直要呼籲英國大選 這樣的話 特拉斯就會面臨著下台的問題 確實是 難怪有人說 這個科科騰只是一個替罪羊 然而特拉斯能否真的挽回局面 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曹傑帶來的分析 我們看到英國處於政治動盪 然而他的盟友 美國最近遭遇了一個重大的外交挫折 回到今天的主題 最近包括沙特在內的 OPEC家組織 日前不顧美國的反對 是堅持從11月開始大幅減產 以稳油價 平衡供需 那沙特這次不聽話 令得美國是氣急敗壞 白宮就怒斥 沙特給出的減產理由是胡扯 並威脅沙特將為此承擔後果 油價上升 俄羅斯同樣受益 沙特可謂全權打在美國的痛處 而無獨有偶 阿聯酋總統訪額 也挑動了美國的神經 好 今天晚上 全球連線華盛頓直播室 祝華盛頓記者王彬如 還有上海現場 上海拜國大學特聘教授黃敬 一起聊一聊 隨著11月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 油價上升將會給民主黨的選情 帶來怎樣的變數 而美國為什麼不能像過去一樣 再駕馭中東盟友了 沙特減產的決定 除了想多賺點錢 還有沒有其他考量 北京現場 中國社科院西非亞洲研究所 研究員鷹鋼會帶來他的觀察 好 首先來看劉四號的追蹤報道 在美國三番四次指責沙特 與歐佩克家做出有關石油 減產的決定後 忍無可忍的沙特在13號 通過其外交部發表一份官方聲明 為歐佩克家的減產決定進行辯護 在這份直白的聲明裡 沙特一開頭就指名道姓地表示 外界稱減產決定是沙特在選邊站 以及是出於政治動機反對美國的說法 完全是無稽之談 沙特對此全部予以拒絕 並強調稱減產決定是由歐佩克家成員國 遵循獨立性準則後共同做出的 是完全基於經濟和市場考量的決定 而可能更令美方難堪的是 沙特還在聲明裡特別提到 早前已向美國明確表示 所有經濟分析都表明 如果根據美方建議將歐佩克家的 減產決定推遲一個月 那麼將會產生負面經濟效果 這相當於是官方證實了 美國媒體早前報導的 有關白宮曾試圖說服 沙特和其他產油國 將減產計劃推遲一個月 以減少對美國中期選舉影響的說法 而在聲明的最後 沙特又特意強調了 沙美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和增進共同利益等關鍵支柱上的 面對沙特罕見的公開反駁指責 惱羞成怒的美國自然不願善罷甘休 白宮國安委員會發言人科比 馬上在13號當天發佈措辭更嚴厲的聲明 抨擊稱沙特外交部是歪曲轉移事實 再次指責沙特的石油減產決定 是為了幫助俄羅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 沙特與歐佩克加做出減產決定 必然會承擔後果 而類似的話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接受 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採訪時 就已經有過表述 我們必須 而且我必須 我們必須 如果 國務卿議員會回到 有些影響 有些影響 他們跟俄羅斯做了一些影響 有些影響 中東地區的重要性 美沙關係的任何重大降級 都可能給美國帶來石油成本 甚至是其他更大的代價 開門見山 沙特公開揭抵美國有何用意 狠話放盡 美國是否將對沙特全面打壓 裂痕擴大 美沙關係會否從此漸行漸遠 互不買賬 五刀弄槍 好 美國和沙特的關係 因為石油全產的決定 再次陷入緊張 這個事態有多嚴重 會如何發展 今天請出國防嘉賓記者 做深入分析 首先連線一下 華盛頓記者賓如 賓如 我們看到 儘管美國做了幾個月 沙特的工作 叫你不要減產 但是OPEC家毅然決然地 決定減產 讓美國打臉 沙特的這個決定 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怎樣的討論 是的 要說 其實這個決定第一來說 對於這樣一個沙特 對美國來說是一個老牌盟友 美國現在講說 沙特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在這個外交辭令上 可以說是非常罕見的 但是現在沙特做出 減產這個決定之後 其實美國也表示 這個決定並不意外 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昨天在記者會上 就釋放了幾點消息 第一 他說沙特其實已經 提前告知了美國 他們這樣的一個決定 而且沙特知道後果很嚴重 因為這會給俄羅斯帶來利益 而且沙特也預見到了 美國所說的 可能會給美沙關係 帶來一些影響 但是美國同時也提前 向沙特釋放了信息 第一就是對沙特發出了警告 第二就是美國希望 沙特能夠延遲這個決定一個月 當然沙特是沒有聽從 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但是布林肯給出的理由 並不是說一個月之後 美國要舉行中期選舉 他給出的理由是因為 因為現在全球經濟復蘇 依然非常的脆弱 再加上新關係疫情而無衝突 所以希望在未來幾周 再觀察一下國際市場 對於沙特能源價錢 這樣的一個反應 再來做決定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美沙關係已經處在一個緊張的邊緣 那麼雖然拜登政府目前 並沒有具體的說明 沙特會面臨何種後果 但是剛才片子中 我們已經提到 美國的國會議員已經說要叫停 美國與沙特的所有合作 其中包括了價值上千億的 美國對沙特的軍售 還有軍事援助等等 但是就有評論分析說 現在這個美沙關係 其實本質上就是建立在石油 換取美國安全保障的基礎之上 那麼拜登政府現在其實選項 並不是太多 因為任何美國與沙特的緊張關係升級 最後都會導致美國在能源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風險 但是現在美國共和黨對於拜登政府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抨擊 就是說現在拜登就是在 與沙特進行一個政治利益的交換 就正如當年民主黨在抨擊特朗普一樣 因此現在拜登要權衡這個決定 現在拜登政府並沒有任命一個特別小組 來評估美沙關係 也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因此雖然嘴上叫得很厲害 那麼我們預見也許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迴旋的空間 拜登政府也會尋找 在美沙關係中尋找到一個平衡 要說 好 謝謝 賓如 好 如何理解沙特那麼執著的 要減產背後的戰略目的到底是什麼 在北京現場立刻請出 中國社科院的英剛先生 沙特表面上說這個減產的決定 是穩油價 平衡供需 您覺得沙特減產只是為了賺點錢 這麼簡單嗎 還有沒有別的考慮 另外就是沙特公開向美國叫板 這種事在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 好的 就是沙特要減產 堅持要減產 這個第一是想賺錢 第二呢就是 也的的確確和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這個的關係 的確跟俄羅斯的關係 這個也是分不開的 不管你怎麼細說 這個就的確確表明了就是 沙特在這個問題上是決心不聽美國的指揮 而且沙特它並不是一個自己獨立的國家 所謂OPEC加一 就是加上俄羅斯還有OPEC 好幾個國家 他們一致的都不願意聽從美國的指揮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就是表明了 就是美國對中東地區 對國際油價的控制力在減弱 那麼就至於沙特和美國之間的這種角度 過去是不是發生過 這次是不是非常嚴重 或者是最嚴重的也不是 我們知道2012年也就是十年前 那個時候奧巴馬當總統的時候 發生了阿拉伯之春 埃及的塞西將軍他設計 也是通過廣場運動 然後有一定的合法的程序 然後推翻了 穆辛會支持著穆爾區政府 那個時候奧巴馬總統就對埃及發出了威脅 這個時候就是一貫對阿拉伯之春 歐洲 美國就支持阿拉伯之春 抱有激烈強烈的反對甚至是憎恨態度的 沙特王首就說得非常明白 如果美國中斷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 那麼沙特將用相同的美元 從俄羅斯購買武器直接送到埃及去 是吧 那次簡直是撕破了臉 同類似相比 這一次不過是不聽美國的指揮棒 有自己的利益 也有故意跟美國作對的含義在內 明白 好 謝謝您帶給我們您的這個觀點和分析 就同樣的問題 我也想請教一下上海現場 上海外國一大學特頻銷售黃金 其實包括美國在那一直是指控 沙特這次的決定呢 就像剛剛英剛老師說的 他們認為是有俄羅斯的因素在裡面 您是否同意 另外就是同樣的問題 關於沙特在重大政策和利益上面 向美國叫板 這個事有多嚴重 首先這個我認為跟俄羅斯的關係確實不大 這是為了沙特自己的利益 我們知道沙特跟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個 所謂的協議或者deal 就是說美國 沙特同意美元定價 定石油的價錢 但這個石油賣給誰怎麼賣 賣到哪個市場 都是沙特有權責求 而這一次為什麼沙特要起來反抗美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北溪一號北溪二號被炸以後 上次看到了一個 他極其不願意看到的事實 就是說美國炸北溪一號 當然不是美國 就是有人炸北溪一號北溪二號的 目的不僅僅是要斷絕 俄羅斯和歐洲的能源輸出 能源公寓的這個關係 而是要逼迫歐洲向英國挪威和美國買能源 也就是說他用政治上的強權來逼迫歐洲 在能源安全上只有選擇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是五眼聯盟中的二把刀 而挪威大家都知道是歐洲的以色列 那麼也就是說 美國不但要在外交安全上控制歐洲 而且能源安全上也要迫使歐洲 選擇自己讓歐洲選擇的這個賣家 就是英國挪威和美國的三家 那麼對沙特來說 這就是等於是動了沙特的命根子 因為如果說能源市場的供需關係 能夠用美國把控 能夠用美國需需求的話 那下個沙特就會想到 我的能源 我的能源產品是我的命根子 如果你也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的話 那等於是就違背了以前 沙特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石油有美元定價 但是賣給誰怎麼賣 賣到哪裡怎麼樣的價錢賣 是我來決定 如果讓北溪1號北溪2號達到這個結果 就是美國不但能夠在能源產品上 行使定價權 而且要迫使石油整個能源的供需關係 供需機制和供需市場 也由美國來掌控的話 這是沙特不能容忍的 因為這畢竟這個能源產品 是沙特的這個性命所帶 是命根子 所以沙特這次起來反抗 本質上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 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我們說的核心利益 明白 就聽您這麼一講 就似乎沙特這次的反抗 也有其重要的意義 就是向美國試圖掌控能源霸權說不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俄乌衝突 也確實是當下的一個熱點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產物國之一 沙特突然減產油價上升 那俄羅斯的收入也變相增加了 就連美國也非常擔心 那美國制裁俄羅斯的效果 是不是大打折扣 來 英格老師我想問問 就是從結果上來講 就沙特的減產對接下來俄乌戰爭的走勢 是不是對俄羅斯有怎樣的一個影響 對俄羅斯在短期內有一點好處 我們知道就是俄乌戰爭剛開打的時候 油價一直放得很高 上百美元一桶 而在此之前 油價比較長期的維持在六七十美元 前些年更是到了四十美元一桶 這樣的低水平 現在就是俄羅斯打仗要花很多的錢 但石油收入又相應的增加了一些 儘管有出口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它石油總收入並沒有減少 短期內看對俄羅斯的確是有些好處的 但是如果在油價問題上 在國際石油市場的投放量的問題上 長期僵持不下的話 我想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油價它很難像沙特的鬥氣說出來 就比較穩定的維持在一百美元一桶 這樣的話就是對石油進口國 主要的石油進口國 像中國 日本 韓國等等 印度 巴基斯坦等等很多國家 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這樣對沙特和歐佩克其他國家 包括俄羅斯在內 它自身的國際形象也是沒有太大好處的 同時還會逼迫這些國家 才想新的辦法 要麼啟動更古老的能源煤炭 要麼就是開發新能源 這樣長期來看 就是對石油生產國出口國的長野利益 也是沒有好處的 同時我們看到 就是美國的的確確現在是比較著急 在過去幾回 美國就為了穩定石油價格 它已經把自己的六億桶石油儲備 拋售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現在是四億桶多一點 但是也應該看到 美國拋售的石油儲備 它是在價格最高的時候拋售的 將局面穩定的時候 它還會以六七十美元一桶 把這個油買回來 所以我覺得雙方都要掌握一個度 這個事情看來 在短期內 沙特和俄羅斯他們會如願與常 美國在短期內 它會悶一口氣 好 就是美國方面的反應和可能的 這個報復措施 繼續請教一下黃先生 因為美國現在確實很著急 沙特11月開始減產 美國11月恰好中期大選 如果油價高企的話 似乎對民主黨的選情也不失利的 所以美國現在也威脅 沙特要為此付出後果 美國現在手上有哪些選項能湊效嗎 我認為美國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當然就是 在對沙特的軍售上 剛才就說了 給它斷了它的軍售 不讓它的安全 第二個呢 美國會組織它的一些盟友 對沙特實行一些 所謂的軟絲的壓迫 比如說他會說 沙特不是認真國家等等 第三個呢 當然沙特手上 尤其上頭的王鼠 在那個記者的問題上 是有一些選戰的美國人 但是總的來說 我認為美國可打的牌 確實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沙特也看得很清楚 拜登政府是個弱勢政府 面臨著中期大選 這樣一個巨大的挑戰 即便他說要懲罰 中期大選以後的局面 如果說像大家預料那樣 民主黨要大敗 共和黨要勝的話 那麼拜登政府 已經是個跛腳壓 他能說的和他能做的 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說他的戰略意志 和他的戰略能力之間有差距的 他是力不從心的 這也是沙特不怕的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呢 我們也看到沙特自己手裡 也是有怕的 因為畢竟對於美國來說 現在能源價格的穩定 或者不高企 對美國來說是吃官重要 所以美國要想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已經制裁了朝鮮 伊朗 俄羅斯 維羅拉等等 一切的所有的能源生產國 如果美國再制裁 沙特的能源生產國 那麼美國到最後 大家就會覺得 你都制裁了一個遍 大家都不怕你了 因為制裁這個事情 如果十個人制裁 一個人很有效 七個人制裁 三個人也很有效 如果四個人制裁六個人 這個效果 可能就我們說的 就把自己給制裁了 因為如果你制裁的對象 是你面臨的大多數 那制裁的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 好 所以看來沙特 也認清了美國的這個真面目 所以美國為什麼會發現 現在中東網友 不是那麼一虎百應了 下集會來繼續分析 一會見 就是這裁 那邊是我的 我會發現 是這裁 是哪裁 是哪裁 這個要命的 是哪裁 這裁 是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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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您刚刚看到这个片段 最近在TikTok 包括YouTube上就全面火了 因为美国指控沙特减产 是暗中帮助俄罗斯 但是被沙特能源大臣 全面回怼 记者是哑口无言 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来就请教英刚教授 因为现在信息非常的混乱 在这个时机减产 然后俄罗斯又缺油又缺收入 很容易被媒体描 尤其是西方媒体描述为 沙特是暗中跟俄罗斯沆瀣一气 但是我们看到沙特的这个应对 尤其应对狡猾的西方记者 是很有一套的 你怎么看 我们就如何打赢西方的这个舆论战 有哪些可以指责记者 好的 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海湾国家 特别是沙特 他们在这个话语上 从西方记者要是教练的话 基本没有输的时候 他们非常能说 而且这些人所有都在 几乎所有的沙特的高级官员 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官员 他们都在西方受过教育 就是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 他们的文化水平 甚至高于这些发问的挑衅的记者 像罗兔社记者等等 你说跟俄罗斯沟 简单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完全是猜测 你可以随意的猜测 你怎么记者招待会上 把这种猜测 作为一种问题来提出来 所以就是沙特方面的回应 他是专业 我觉得就是说在舆论战方面 如果我们称之为战的话 一定要自己的水平很高 一定要自己的知识能力 思辨能力要高于挑衅者 发问者才行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到 可以得到启发 就是你赵本宣科的 就是磕磕巴巴的 就是不疼不痒的 说一些很抽象 要有理有据直击痛楚 好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来 黄敬先生 其实从沙特领域部长的 这个回怼 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片好评 从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 就是美国过去一呼百应 中国盟友的这个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是这对拜登的这个外交 有多大的这个挫败 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在美人的 美国它现在是一个 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战略意志 和战略能力 只有巨大差距 力不从心 它越是力不从心 它越是要增长 那么从沙特阿拉伯 这个回嘴 我们看到 它三个原则站住 第一 它们按照美国的节奏走 它就是 你记者问它有没有 它根本不按照你的节奏走 它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 就是我 它说你根本不要问我 因为你对 这个信息的来源不尊重 你根本没有问的资格 它一句话就回不了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它实事求是 我根本没有跟俄罗斯 有任何交往 你非诚我说有 你这是无中生有 第三个就是一种 拒绝主义 什么叫拒绝主义 就是如果你不实事求是 你不讲实话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回答你 因为我没有必要回答 一个造谣的人 所以这三点 不按你的节奏走 实事求是 不回答造谣的人 这是它的原则 它站住了 我觉得这个呢 是应该 大家都应该学习的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要学习的 就是我们在和 别人辩论的时候 首先知道要以我为主 我们现在是有很多 回答西方 表面上看来 异正词言 表面上看来很凶 实际上都是被别人带了节奏 我们对沙特要学的第一点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他如果是做这样 你就不按他的节奏走 实事求是 你拒绝回答一个造谣的人 明白 所以不只是反击 而是要形成自己的一个叙述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要有理有据 按照西方人的思维去反击 好 今天非常谢谢记者和嘉宾 维尔沙特减产石油 为我们做的精彩分析 谢谢收看全球连线 再会 在这种程度 当 宫和室和室会回到 他们会有些反异 对他们的状态 怎么说我 你对显得那么幼稚 你被机会了 我就是这么固执 没了你 我得被欠挤了傻子 说到你了 我的失控是我疯子 别在参与我的故事 认识 你的一切让我见识 识识 成过一些显得 显得暗示 骗子 发现你的灰迹早已经沉浅 我不要期待 难和我的愚蠢还继续吟唱 优优独播剧场